当晚的春明慧宴开25桌 成龙 姜文 刘伟强 尔东升 徐克等近200位电影人纷纷赶来 出席这一年一度的盛会 不过来自各地的导演聚到一起 交流起来 语言就成了最大问题 这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了 我们尽量讲一些双语 讲普通话 要么你说广东话 你说国语 因为你说的广东话和国语都一样 连听得懂 你讲广东话和国语 我们快点就好吗 首先这个奖 这个是什么奖 2011年度最杰出导演 排名不分先后 我们2011年度最杰出导演 排名不分先后 我们一次过 叫他出来 我们一试过 叫出来 有三位 第一个 徐安华 第二位 江文 第一名 第一名 陶姐 统杰 最难念的让我难念 听风 听风云看 2011年度最受推荐电影 对不对 让子弹飞 表情来飞 刚才我听了把这个 你东声说成耳东声了 一说成二 觉得这个广东话和国语都在 对对 一直以来 江文都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导演 不仅很少参与商业活动 连金马金像这样重量级别的颁奖典里 他也很少出席 而这次参加香港导演会的春明晚宴 江文也有他的道理 你一眼见过这么多导演的时刻 是只有在今天 没有见过这么多导演 第三是 其实我没懂得我奖 我很多声 尤其是古丹飞 我还是摸到这第一个奖杯 中美大 谢谢古丹大哥 刚才提议说什么话 要不我真的听不懂 现在可以说广东话